各位老板各位老乡 12月18号上午那期说的是28号是吧 这个嘴瓢了 那么今天咱们聊一聊国内已经在热收榜上扔了快一礼拜的小作文事件 这事应该都知道了 我大概简述一下啊 就是于敏洪先生开了一个直播平台直播公司 然后呢公司里有一个当家小生叫董宇辉 那么跟另外一个执行CEO或者说职业经理人吧 在直播的过程中被其中一个小编捅出来 说他的文案都是我们写的 没有董宇辉写的 这事也不大 其实发酵起来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第二天这个CEO跟个傻叉似的长得张头鼠目的 也不知道怎么选上去的 我看散人说的挺好的 这个于敏洪看人的水平真差 也有可能是直播带货互联网零售这个圈子水太深 没好人 老王对这个圈子了解的可能会比老鱼多很多 你要说玩教育什么的 我肯定不行 做企业老王也不行 小买卖跟人家一比 那么这个CEO干嘛呢 在本来就是去解释这件事的一个说明会 你犯不着稍微正常一点的 就是阿门村村口大爷都知道在这种时候该怎么做 你的言行举止啊 行为姿态啊 甚至你的表情啊都要控制好啊 所以我老王说也不知道从哪搞这么一个二货来 往那一坐拿手机聊呗 手机掏出来喵也 就往旁边一甩聊吧 说事 这什么态度啊 你怪网友骂你 当然在直播平台里买东西的也都是一群傻茶 所以这事儿才被活活骂上了热搜 就是一步出了一个小错误 在蠢货的眼里 他必须给你捅出一个大娄子 捅到最后呢 于敏红亲自上阵 说开除这个CEO 其实也就这样了吧 这是一家直播公司出的一点点小事情 那么怎么就在热搜上混了三天 不是快一礼拜了 还在那挂着呢 昨天前天我看好多朋友都问老王聊不了啊 聊聊这个吧 我说这没得聊啊 你聊啥 说董雨晖 还是说于敏红 这家公司本来他就不是于敏红正儿八经叫创业的公司 这家公司是被逼出来的 2020年 伟大领袖 突然就下了一个最高指示 整治教培乱象 也就是说把教培行业收给国有 老王录了好多期视频聊这个 那么 新东方肯定是首当其冲啊 于敏红在开设这家公司的时候 跟大伙说的是啥 因为手底下还有八万多人要吃饭 所以就只能进军 当时还活着的 还能挣钱的 还看着有点希望的 直播带货 这个low逼行业 你说把一个 咱都别说教育家是个大词啊 咱就说把一个民营企业家逼到了 搞教育的 逼到了这么low逼的一个直播带货的行业里去 这家公司到底会怎么样 或者有没有未来 还需要咱们去讨论吗 那就是挣快钱去咯 是吧 那么最近这几天的热收都是啥 罗永浩炮轰于敏红 前两天是罗永浩 强力支持董永辉去创业 我看昨天是刘洋先生 日本的刘洋先生 在推特上讨论这事 说前边的倒无所谓啊 说这家公司的管理啊 怎么余敏红当了老大之后 就是这次回去之后 开了一直播说这事 看董永辉的那个姿态 或者余敏红的一些话术吧 聊法 说不像是一家正经的企业 有点像家族企业 靠感情管理 说管理水平太差了 这个倒很正常 我同意 坚决同意 为啥 这家直播带货平台 余敏红不懂 他对这个行业不懂 对这圈人也不懂 不然他也不可能找那么一low逼来 当他的执行CEO 当职业经理人 是吧 在这家公司刚 炒创的时候吧 余敏红是什么角色 老板肯定的了 另外一个主要干的是啥 是站台呀 是当流量明星啊 每次他得把这公司捧起来啊 一直到把董永辉捧起来 成了当家小生了啊 能够支撑这个平台了来赚钱了 或者能够支撑这个公司运营下去了 之后余敏红就很少出现了 在一些公开场合也很少提这个玩意儿 你说他对这公司的管理 如果让余敏红去选 你说他会选做教育行业 还是做直播带货呢 是吧 我好像在哪一次直播里 还是单独聊企业家的时候 聊过余敏红 我说这个人还是有点理想的民营企业家之一 包括上一次 克强同志突然挂了 去追悼会现场的知名人士 特别是企业这个圈的知名人士 不就这么一个吗 所以咱说 当时他说为了八万人 只能进入这个漏逼行业 到后来去克强这 以及这些年做的一些事吧 都可以说这个人有良心 咱也不敢说他有多少良心啊 一些事做得很好而已 那么你说这家公司他会管吗 他根本就不管啊 他也不懂怎么管 是吧 所以我说我同意刘阳先生的这个说法 更同意的是他这个帖子后边说的这句话 老罗鼓动他去创业 未必对他是好事 创业太综合了 不仅仅不是好事 这他娘的是坏人 他都不是好事 不好事 太坏了 罗永浩是个什么人 创业成功了 有过任何一次的成功经验吗 当然给自己立IP立人设之类的 这个不算 现在是一个自称创业者 企业家的人 当了好几年的网红了吧 就是一个直播带货的网红博主啊 而已啊 混来混去混回去了 混得跟他正在嘲讽的这家公司平起平坐了 是吧 那么最近这几天一直在热搜上的就是罗永浩啊 罗永浩支持董永辉创业 罗永浩怒骂东方甄选 罗永浩怒骂于敏红 今儿还在骂 所以这期视频大概聊的就是这个 你罗永浩好牛逼啊 创业成功了 上次啊 说要退出直播行业啊 因为他进直播行业是扛着一杆大旗去的 创业赔了 赔了几十个亿啊 还是百八十亿啊 然后呢 我要还债啊 上演自称叫真还钻 当时老王还在聊 说这个人能把债还了啊 或者不耍赖 也算是个人品可以的人了 好人了 嗯 富毛灵脚 其实呢 这也就是在中国 仓子里把大个儿 欠债还钱 有毛高尚的东西在啊 是吧 应该的 但是扛着这杆大旗 去了一个最low逼的行业 做起了他最讨厌的那个low逼职业 呃 就没人说啥了呗 干了一年多两年 说债还清了 也不干了 退出这个直播行业了 这个都是他亲口说的吧 不是老王在这编故事吧 呃 给你罗老师身上泼脏水 然后呢 过了一年 他还在 过了一年 他还在 当时宣布进入VR行业 老王还录了一期视频 大家可以回头去搜 啊 唯一的建议是啥 罗永浩先生 罗永浩老师要想创业成功 从老王这个眼睛看的话 他的办公室距离公司越远越好 他的办公室呃 住近了都不行 呃 就甚至说他跟创业没关系嘛 都别说他管不管 你拿他当个APP 当个网红 当个媒体人 当个宣传官 或者把这个宣传部门给他 牛逼职业的 干别的 哎 干啥杀死 管啥杀完 就这个评价啊 那么现在 又回到直播带货行业 或者叫赖在直播带货行业里 死活都不走 这个行里边傻逼真多 钱真好赚 啥货都敢带 成功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 骂了半辈子的德性 啊 抱歉 我用德性这个事啊 最近几天 应该是被于敏洪先生的 支持者们吧 给骂的有点上头 最近两天在聊啥 当年他认识罗永浩的时候 在酒桌上 哎呀 在酒桌上有一回啊 什么人啊 君子断交 不出恶言 当年你罗永浩被人家放肘子等等人围攻的时候 包括锤子手机创业的时候 还拉人家站台 是吧 然后呢 干了几年直播 我知道罗永浩老师为啥那么开心 直播带货呀 傻逼就那么多呀 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啊 双十一都卖不出去货呀 那么直播带货的博主们呢 他们又算不上头部 只能算是中上而已 他最大的仇敌或者竞争对手 是同行啊 嗯 东方甄选终于出事了 哎呀 好开心啊 啊 就盼着死同行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就能理解 为啥人家那边刚刚出点事 他这就已经开始支持啊 董永辉出去创业 哎 人家当家花旦就这个把人家挖走 给他分开 完了 东方甄选就废了 多开心啊 开心了好几天 被骂上火了 开始啊 某某人啊 某某人啊 我当年在酒桌上那某某人啊 哎呀 至于吗 是吧 太难看了 咱就说太难看了 嗯 你罗永浩已经自甘堕落到最low逼的带货平台 带货行业里做一个low逼的带货主播 堕落到了骗傻逼割韭菜的程度 怎么还有脸去给别人当创业导师呢 怎么还有脸去嘲笑别人呢 咱们不说有没有资格配不配 你怎么有那张脸呢 还把人家哎呀 八卦私下的那点事 背后的那点事 跟你认识的过程中啊 你看到的一些事 嗯 这叫下三滥 是吧 当然这个关于东永辉啊 或者直播这个行业吧 昨天在刘洋先生那个帖子下面有一个啊 叫流浪的猫 刘的言 说东永辉早晚会出事 必然要出事 这个也是很肯定的 他的理论和老王一样 少年成名 自己也没有熟悉的领导大哥带着 所以出事就是必然嘛 东永辉之前 在国内的一些小视频啊 或者一些活动现场 老王也看到了 特别是一些直播的片段吧 刚开始是一个很憨厚的孩子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 那个脸就变了 眼神就变了 他再怎么去假装忠厚 换言之 当一个月薪三千的人 很忠厚 很老实 在他赚到了三十万三百万之后 他再怎样去假装自己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村孩子 他都装不出来了 脸上的表情 眼神全是变的 就跟李佳琪在那说 贵吗 贵吗 这才几个钱呢 是吧 他身价 人家每个月的收入都过亿啊 人家说这句话没毛病啊 你看老王穿的这个 哭起 是吧 泰国夜市一百泰铢买两件 十块钱一件和人民币 但是在某些年 早年间 我对这种人的心态 或者对这种转变的理解非常深 因为经历过 在早年间 零几年吧 还没结婚呢 老王就全套的LV 飞到香港啊 上海啊等等去 买奢侈品 买名牌 为啥 好挣钱啊 年纪小啊 而且呢 眼界也小啊 黑龙江省七七哈尔市 一个地级市 屁大个地方 几百万人口的地 周围呢 亲戚 朋友 啊 同学 没见过别人 跟谁比啊 就跟这帮人比啊 跟这帮人一比 那都 哎呀 不是今儿吃饭 你干嘛呀 抢单 我靠你一个月挣几个钱啊 有这个逼啊 明白吧 所以 出事就是必然 我在好多次直播节目里都聊过 老王第一次的破产啊 搞得差一点没家破人亡啊 死一个上六个自己搞了个重伤 爬了两年才能爬起来 没留些什么很严重的残疾 这就算是万幸 所以呢 再次还完还完债 然后再赚到钱也好啊 再去经营管理啊 再去所谓的翻身吧 那么 那么 整个对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是淡的 没有什么事能让自己特别兴奋 你说换了一个iPhone4 买了一个iPad 有什么呢 就买回来了 也就买回来了 也没有人 人家形容的那种 哎呀 抢到了 或者很多年以前吧 第一次老王年轻的时候 或者年少的时候 那去排一个限量款的手表啊 限量款的扣持啊 扣起啊 是吧 那买回来之后 哎 如果这件衣服是我刚买的奢品 在出去吃饭的时候 就大冬天的 我也得把这个拉锁拉开 得这个 哎呀 买个小包夹起来 得这个 这只绑子必须得提起来 买块手表 没事就得 啊 我看看几点了啊 自己这么远 哎 是吧 我是往前伸 你们看不清那什么德行吗 哎呀 该吃饭了吧 你说 我都举到屏幕外边去了 是给谁看呢 懂了吧 这是一个小人诈父 或者年少 年少成名的一个姿态 或者一个过程 可能可能有些人不会有 但是从底层翻起来的人 今天上午还聊 咸鱼翻身 我们这帮咸鱼 遭遇了这种事之后 真的是必然要经历了一个过程 大家看一段视频 看看董雨辉之前都什么样了 如果这个 这个人 这个主角换成是你 在这种场面 伺候一两年之后 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你还会是一个 忠厚老实的英语老师吗 咱都别说 是不是农村孩子了 涉嫌不敬 是吧 在这种环境之下 生活两三年 到哪都是众星捧月 就跟老王讲的那个逻辑 老王唱得好 王总唱得好 王总再来一个 你会怎么样 你信不信 会相信这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那么在公司里 跟CEO也好 跟余敏红也好 说话的姿态会是什么样 以前 见到老板是什么 张总 现在呢 张总来了 那么他和底下人 下面的小编也好 文案也好 关系会搞成什么样 可能就像罗永浩老师 现在拜执的这种 以前都挺好的 大伙平起平坐 这个人还没事 王阁王阁的叫着 是吧 可好了 这人 你知道现在 你知道现在 有点名气 这个是不是也符合人性 倒霉了吗 倒霉了吗 你看看这个人 我告诉你 这人当年上厕所 偷人家卫生纸 就这种人 罗永浩的心态 是吧 所以咱今天讲的都是心态 那么新东方 以后还能不能再做教育 做教培 现在看来机会不大 现在所有的教育 或者课后班 各种培训班 都收归了地方教育局 特许这个范围 只有拿到当地的 甚至省一级的特许经营权 你才可以得孩子补课 你才可以收钱 垄断了 那么这个直播平台呢 咱也别说 于米红先生 这个东方甄选 所有的都算上 傻逼呀 是多 傻逼的钱呢 是好骗 但是傻逼现在也没那么多钱了 不是说你们干的不好 是经济或者大环境不好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可能两年最多了 两年留给直播带货 留给电商平台的时间 就这么多 两年之后呢 可能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零售的了 也不需要电商平台了 老王说过好多次 为啥说这个行业很low 最low的 只是播带货 这帮人的钱身是谁呀 或者做这个买卖的钱身是啥呀 电视购物啊 骗老人钱的呀 那怎么从电视上 又跑到了网络上呢 因为电视面前的老年人 已经没钱了 实在骗不动了 已经不再是消费主力了 仅此而已啊 那么 哎 骗傻逼的行业吧 你说他们 给你的一些数据 说今天一场直播 买了多少多少个亿 三二一 哎呀 抢没了 你抢着了吗 对吧 老王是干电商物流的 他们一场直播下来 到底卖了几件货 卖了多少单 我的后台物流系统里 易电宝 网商宝 电商宝里 是能看得非常清楚的 但是这个玩意儿不能乱说 我只能说个大概就行了 咱也别说哪家 我咱也别提什么品牌 你们愿意听就听 愿意信就信 这玩意儿要是 说出来有违 我的商业道德 关于罗永浩 于敏鸿 东方甄选直播 老王能说的也就这么多 最后也是 说一句 罗老师 罗永浩先生 差不多得了 跌份啊 哇 太好听了 虽然是 它如何 我